BGM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 開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那我這一期想要來抽一下戰鬥卡 把一些我沒有的戰鬥卡給抽一抽啦 主要是套裝卡 好那我剛剛有稍微整理一下我戰鬥卡 大概又合了兩百張吧 合了兩百張 只合了一張 五星的二階堂玩的特殊卡 合出一張五星啊 應該就是我大概合了150張啦 剩下50張是二星我把它賣掉 然後整理一下 因為我打算兩百兩百抽這樣 應該是道具戰鬥卡召喚券兩百張嘛 然後紅寶石這邊我也可以兩百抽保底 把它保底一下把它抽一抽 那Pickup的部分我就把我沒有的給選出來 比如說這個 極限的奴隸 極限的這張卡 這張卡我那個哈摩號有 那這個號還沒有 少一張 然後這一張大盾套也會少一張 就把一些我缺的給它補一補 把他補一補 那我這個號有板騎兩嘛 那我就把這個龍虎亂5EX也抽一抽吧 我不知道我怎麼抽到欸 我應該沒有才對阿 我來看一下 有點忘記 看一下 我這個是 這個應該不是 這是霸王小火拳 不一樣 他那是龍虎亂5EX 好那就來吧 我先用那個召喚券一口氣兩百張全開好不好 應該也沒辦法一口氣兩百 那一九九九九吧 是不是 來看一下 我這個號都沒開阿 好久沒開了 200張阿 累積200張 反正這種是沒有Pickup嗎 沒有Pickup的話 沒有Pickup的話 就不一定能抽得到 你要的 我這邊 戰鬥卡召喚券 機率比較低阿 0.125 每個都0.125 六星的 然後這一種的是0.075 五星卡是0.045 都很低阿 因為太多卡 喔100喔 那我全用囉 喔 喔 喔喔喔 會不會太快阿 馬上就抽到你想要的 1 3 黑暗與限時大盾套 0與1 0與1 直接抽好一套喔 喔對耶 看起來是這樣嗎 1型1型 3型 沒有差2型 然後有氣餘的機率是3型 所以你一次100張下來就給你6張 還是不錯啦 還是不錯 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邊是6星嘛 然後再來 這個是6星的屬性卡 然後再來就5星了 呼發愛情的少女們 然後再來就屬性卡 屬性卡就沒了 再來下面就4星了 4星就只能拿去合成 那你不急的話就等改版吧 改版的話合成可能會給你一些 痾 技能的經驗值道具吧 就手機卡 好像會 會返還一些手機卡吧 只是不知道數量怎麼樣 目前不知道怎麼樣 好再一次 好再一次喔 好 這次比較差一點 這次只有3張這個套卡 將軍黑暗線的淋雨衣 又是一型 反正多人就拿去換嘛 兩張換一張 就虧一張而已 二換一虧一張 燃燒吧真無 喔 美國超新星 再一次人 雷歐納之人 再一次 稍微看一下 庫拉的架起 這個是小盾套 小盾套 最沒有效果的 稍微看一下 那下面應該都四星了啦 四星就沒什麼 然後馬上又爆艙了 馬上又爆艙了 好 200抽 瞬間抽完 應該不用收 因為我還沒爆艙 那我來看一下我Pickup的部分 直接200抽 那Pickup來看看喔 將軍有了嘛 一二二 將軍有就不用了 將軍有就不用了 把一些你有的 沒有的補一補 套卡 我要看套卡 這裡沒有 這張卡是那個 有趣的機率啦 我哈姆號有 哈姆號有抽 哇 這邊還缺 變成這樣 重來齁 重來齁 我來看一下齁 這個可以選嗎 這裡可以選 把它補齊 這裡可以選 這裡可以選 這少 0與1 0與1好了 0與1很爛 0與1的話 應該是這幾張 六星套卡裡面 比較不OK的 比較不OK 它比較平衡啊 HP 防禦率 然後攻擊力 整個分散掉了 可以抽啊 反正我就把它補齊 我看一下喔 板騎兩這個 這個超必殺 只能這樣選了啦 只能在這邊1% 然後把這個補起來 這裡把它補起來 補起來 把缺的套卡給補起來 這邊還有缺的 這完全沒有 這套完全沒有 這套完全沒有 就把防禦25%增加攻擊力 算少 然後能量槽多5% 然後它是針對攻擊平衡 防禦 都有 但是其實就分散掉了 就等於沒用啊 因為一次只會打一個敵人 那打一個敵人 那另外兩張不就 沒用了嗎 對吧 所以這樣這個套卡 我覺得很爛 很爛 連小盾套都不如吧 連小盾套都不如吧 好 它這一套是伊莉莎吧 我也沒有用過 攻擊6% 然後投擲醒的 加2% 這個能量槽 增加暴擊率 給投擲技能用的吧 投擲技能比較多 都是那個WWE 攻擊力增加13% 然後投擲技能 然後投擲技能的命中 這個特化那個投擲技能 就是說如果你的角色 有兩個投擲技能以上 就可以裝這一套 一個的話 我覺得效率比較低 畢竟它還是 看一下有沒有機率啊 好像沒有機率 有啊 這邊 這邊是爆機率 對啊 沒有什麼機率 所以說你只要有三招都投擲技能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用 那最好是有兩招啦 因為三招的話 比較不平衡 技能有三個投擲技能的話 打小兵什麼會很難打 搞不好將來會有一些需要投擲技能的光卡 可能啊搞不好會這樣設計 好那因為我爆倉了嘛 我爆倉了 所以我待會要再去合成一下 有沒有爆倉 我再合成一下 然後 消耗一下我的卡片 消耗完之後我再來200抽 用紅寶石抽200抽 好那我先暫停一下 OK回來 那又消耗了200張 合出三張五星卡 五星卡都是一些沒什麼用的五星卡 好那就把三星四星給吃一吃這樣 合成 還是那句話 如果你不擠的話 建議先不要抽 等改版之後再抽 那合成的話 失敗可能會還你一些 升級經驗值的手機卡 技能手機卡 提升技能的 好 那我們來吧 召喚 那Pickup我剛剛已經調整過了嘛 我就先 選這幾張好了 那一樣我就抽到200抽保底 這邊200抽 保底 我上次好像也抽200抽嘛 然後抽到那個 最新套卡吧 這個 這個東西 只有一天的幸福啦 那他比那個光羽影還要再強一點 確定比光羽影的傷害還要高 那有人說他是那個啦 不死套卡 就是可以免疫傷害兩秒嘛 快死的時候 不死套卡 我覺得不死的話 比那個光羽影的話 那個霸體還要好吧 光羽影那個霸體也是有機遇 3秒嘛 光羽影放哪邊啊 看一下 這裡 他攻擊力是10%而已嘛 那那個不死套卡是12% 然後這個霸體是15%機率 那那個不死的話 米毅是2秒 而且是百分之百會觸發的 所以這個套卡比較厲害 傷害高然後效果也比較強 然後又追加傷害 150% 這個追加傷害 所以這應該是目前最厲害的六星套卡 傷害最給力的 好那就來吧 信用代幣 代幣也是每個月簽到會給 或是活動會給 活動簽到也會給 來10抽 好沒有 好再來是代幣 20抽 有抽到那個Pickup我就去調整一下 哇也沒有 好有一張有三張 有一張是六星的 我這個馬球亞的喔 尋夜之禮 六星的 三氣卡 欸被我抽到了喔 運氣不錯欸 喔運氣不錯 然後這是那個 包的那個 魚塊來休息 這邊有增加電擊跟洞傷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好 就是打一些怕電擊的 像那個這一周的那個 憤怒魔神可以裝 然後那個 特殊配對裡面的這個接力 呃 蜘蛛啦蜘蛛也可以用 蜘蛛是動傷電擊也可以用 那有的時候那個 隊伍接力這個挑戰 也可以用 看他的那個光卡 所以剛剛那個包的那個屬性卡 還不錯 大家抽到的話記得練一下 功能性套卡 功能性屬性卡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我知道的部分 那咱們繼續吧 一樣我一樣是先抽套卡 好30抽 抽快點抽快點 他會他會變色一下 會變色一下 好沒變 可以 40抽 我大概是180 190吧就保底了 至少要把那個 板旗亮的那個特殊卡給抽出來啊 板旗亮的特殊卡 應該要抽出來才對 我們來看看那個 職業是哪一張 我不會閃退吧 卡了一下 這應該是我Pickup的吧 沒有欸沒有Pickup那又重複了 哇 這一張是原本的計畫 看一下喔 有機率產生霸體 霸體卡 那個 我的那個 這個已經這麼多張了欸 呵呵 這這 這個是 大盾套 大盾套 黑暗與現實大盾套 很好用很好用 輪體下來的時候有5秒霸體 我也很愛用 OK50抽 唉唷 抽戰鬥卡很慢 除非你不要看 不要看就跳過 那我們直接跳過好不好 跳過 哇沒有 都沒有Pickup了這次 來 60抽 來 60抽 可能我的運氣剛剛在那個戰鬥卡召喚券已經用完了 有 有沒有可能 剛剛戰鬥卡召喚券在那邊抽太多 抽比較多6星卡 來70抽 至少來個板騎亮的那個啊 三氣 不是三氣啊 那個龍虎亂5YES 看一下特效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好 80抽 我們這個 這個BAR條跑到最後就沒了 就抽完了 80抽都沒有Pickup了 機率是多低啊 90抽啦 本騎亮那張是1%吧 印象中是1% 沒有 有一張 一張不知道什麼屬性卡 忙碌的一天 100抽啦什麼都沒有 500抽什麼都沒有 好像只有一張6星卡 只有用紅寶石抽反應器比較不好 兩張 五星的 跳過 喔沒有 沒有Pickup 反正不是Pickup也不是New 110啦 我啊 太慘啦 太慘啦 110啦 哇 看來現在抽角色反而比較好抽啊 戰鬥卡比較難抽 120了 120啦 哇 哇真的沒有耶 我上次那個 上次那個什麼 呃漂亮的機師他的特殊卡 我抽一堆耶 抽了好幾張 1%然後一直來 130 果然還是有點看臉啊 Pickup真的壞掉啦 哇 呦聖誕節的喔 聖誕節的喔 聖誕節的 這次拉猛的 140 哇那這樣保底要換誰啊 就換板氣亮的嗎 這1%抽不到 這1%抽不到 兩張 這張是嗎 這張不是啊 真天地霸王犬不是啊 150了是不是 150了是不是 要破紀錄了 200抽沒有Pickup 半張 破紀錄了破紀錄了 來吧 來吧 這張有了嗎 那不是這只是套卡而已啊 而且他沒有Pickup啊 對啊這樣重複的啊 這樣不是Pickup 欸我Pickup他都沒出耶 會不會太扯 齁 160 太扯啦 有一張彩色的 彩色是六星嗎 他不是紫焰 不知火火這張 動畫一下子而已啦 170 所以有些人可能 有時候會給我留言說 他戰鬥卡抽到 都沒抽到他要的 很慘 這個應該是有Pickup了吧 對啊我已經170了耶 你好歹要出個Pickup給我啊 馬上來換一下 馬上來換一下 好抽到了 這個是將軍 將軍的話是無視對方防守10%啦 比較偏PVP的 170只有一張Pickup 這機率有點感人啊 小小的感傷 180 180了 這兩張不知道什麼 好不是 都不是 好保底了保底了 我就直接10抽下去了 190 好沒有 保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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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有1張不知道誰 他聽到我的心聲了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喔這我剛剛才把他給弄出來嗎 不是不是這個我已經有了 那他不是Pickup的 這張我有了 我是一套啦 我是上次缺一張然後把他200抽保底把他換出來 好那那個 可憐的板旗量1%完全沒出現 有沒有大家來看一下板旗量 板旗量在哪邊 1%喔1% 完全一張都沒有 到底是多珍貴啊 這個有點扯有點扯 我190抽嘛 190抽 然後兩枚是用那個金代幣 20抽用金代幣 沒有 沒有的話 反正 我也沒打算用嘛 看一下我想一下 我的保底要換誰比較好 肯定是換6星的會比較好 然後我就 換鱗羽翼喔 呵呵鱗羽翼 鱗羽翼的話 這邊可以兩張換一張啦 所以沒差 不要 然後這個是有趣的機率我另外一個號有 可以換 那我就換那個有趣的機率吧 那我就換那個有趣的機率吧 比較實在一點啦 比這張實在一點啦 這張是打擊型嗎 我們剛剛有看一個投擲型的 然後這個是打擊型的 那我換鱗羽翼 那我換鱗羽翼 那這邊 使用嘛 然後鱗羽翼是這個 這是有趣的機率 不對不對不對 有趣的機率 應該沒錯 我再確認一下 不要不小心換錯 就尷尬了 這邊 看一下喔 有趣的機率 不是這個 看一下喔 套裝卡 這個可以兩張換一張嗎 這是鱗羽翼 不用管他 那我應該是換有趣的機率 這樣我這個號 這個號基本上所有六星卡 所有六星卡都有 六星套卡啦 兩個長得很像 有趣的機率 好 把他換出來 然後再去那個 交易所 交易所卡片交換這邊可以換 六星的 那我全有了 請選擇 怎麼沒看到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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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可以可以換這麼多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這樣 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 各一張 反正不可以換這個 換兩張 換兩張他就沒了 所以要這樣 好這樣好了 好不好 少一張嘛對不對 然後 2換1 應該沒錯 這個 換這個你要謹慎小心 換錯的話 你會哭哭 好 那這樣的話 我的那個 戰鬥卡六星的部分 全有了 全有了 至少都有一套 至少都一套 至少都一套 這樣就收集完成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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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蠻非的啦 Pickup 結論一下好了 嗯 一開始的那個200張 戰鬥卡召喚券還不錯 給的蠻多六星卡還不錯 那Pickup這邊就完全沒選到 完全沒有 好像只有一張而已 只有一張Pickup刀而已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 一百九十抽 然後版其量的這個 特殊卡 一趴完全沒抽到 有點慘 反正我也沒有很想要 只是一張五星卡 武器卡而已 沒有說特別想要 好那就給大家參考吧 有點費有點費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KF再見囉 大家拜拜